啊,是啦,福利吗? 福利啊,对啊,福利,福利,福利,Axtrimo,十五十Hit Pro 十五十Hit Pro,越热,越有力,OK 当然今天要谢谢我们Axtrimo赞助的拍摄 然后我们也来到JB最大间的 不是最大间的,应该是讲最多Performance,也最红的一间摩托店 Aline Motorsport 在JB,你是摩托店,你是玩摩托,你不认识Aline 你真的不是玩摩托啊 在JB最红了啦,可以这样讲哦 今天我们要介绍Aline Motorsport里面的其中一辆摩托,你们猜是什么摩托,OK 这边 不要看了,等下就有答案揭晓 我们等下过去另外一边拍摄,看拍什么摩托,OK BYE TOMAS TOMAS 说什么都喔 现在找到一个很宁静的地方,也很宁特别的地方 然后来介绍这辆Aline的TRAKCOR FZ150 拍一圈来看呀 先来排一圈给大家看一下 这辆是 FZ150 它改成来跑Trad用对吗? 啊 跑Trad用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哦 你要跑MOTO 要跑赛道 你不需要用到那种 好像什么600cc 1000cc 不需要的 你一辆150cc 用一辆150cc来跑就可以了 只要你是热爱MOTO 你不会嫌弃什么MOTO来跑 你喜欢玩该玩 对 对 我先来讲一下 因为我看到有些地方很特别 比如讲我先讲这个Trad脚 为什么这个Trad脚不可以用原装 一定要这样上来呢? 因为你盖弯的时候 它 下的比较多 就是讲怎样讲呢? 它下的比较多 你盖右边嘛 你盖弯的时候下的比较多 如果你原装Trad脚的话 一下子就磨到 就是讲不要给它磨到这边 对对对 所以要把原装太低吗? 对 要做成这种Resting的脚踏 移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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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塑胶是什么? 这个是Direct Tube 为什么呢? OK 因为如果我们用Spring的话 我们这种Trad车啦 它是RPM高转的 很逼的 嗯 你久了你等下在赛道里面那个Spring跑掉 你踏了Black 它不会弹上来就惨了 所以把它换成这种塑胶 塑胶比较耐吗? 这样子它不会断 不会啦 它裂掉啊还是什么啊 到时候再换咯 我马上就可以装上去啦 就可以马上就可以换了 嗯 这样子还有啊 啊 然后看到这个为什么 黑油 进黑油的盖绑条线啊 绑个铁线啊 OK 因为 你看这个铁线啊 嗯 就是不要在 它不要让我们在赛道比赛的时候 或者盖弯的时候 这个油盖会松 啊 因为像我刚才跟你讲啦 RPM高转 它的引擎会比较壁 然后 啊 这个会松掉嘛 然后这个会预防你 开掉 然后漏黑油出来再赛道 危险 绑着啦 啊对绑着就比较安全咯 这个就是玩MOTOR的安全感 就讲整个赛道里面要安全啦 对 然后这个要切个高腰部的 这个高腰部本来是starter kit的 哦 然后他们放了一个盖下去 然后放一个高腰部下去 不要给它飞出来 也是一个安全感 也是安全感 对 然后就败什么牌子哦 这个是S&D 就是整个是定做的啦 S&D没有 它有卖一遍的 有卖一遍的 不过这个款的叻 它 前面已经有在另外做过了 Custom 就是这边啦 对 这个是在JB有一间 叫 FPM 跟它Custom出来的 然后啊 它的 跑这种track啊 有讲要多少了嘛 就讲已经改到一个部分了 如果是讲你比赛的话就要跟着它的规定 有些的比赛 是可以 你改几大都可以 只要你MOTOR NIGHT 但是这个 Alice 参加的这个比赛是 BRAP MOTOR SPORT 它是有规定 你FPM只可以57 就是全部57 全部57 公平嘛 就是讲爆油桶的MOTOR 啊爆油桶的MOTOR对 不可以长Y15 啊也不可以长Y15 所以它的规定全部都是公平的 连 Taya 都是 有规定 你只可以用这个牌子 哦 啊 就是讲它的厚度啊 啊不是 它的牌子 牌子啊 啊 这个是IRC的牌子哦 IRC的牌子 然后 它的这个主办商是 规定只可以用这个牌子来 玩这个赛道 啊 这样子啊现在是多少CC 150 还是要150啊 150然后是改成 DOTO玩的吗 对 可以用Fortune 可以 就是你CC不可以升大 你CC不可以升大 不可以接路 不可以接路 里面怎样改都可以 怎样改都可以 但是CC要保持在150 对CC保持在150 那是Twin Cam Motor可以长它们跑 可以啊 只要是150CC 只要你150CC 啊只要你150CC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Dunkey也要换大 Dunkey 换大 只要耐热跑 对Dunkey 换大 像刚才我也是在讲的一次哦 就是它是RPM高转 在里面跑 那个赛道里面跑10多圈的 你必须要把你的 Block 啊 冷却下来 就是让它可以耐跑啦 耐 这样子 跑完整个赛程 嗯 12圈也有15圈也有 这样子 每一辆跑确认一定要装这个啊 什么 啊这个是Temper 所以我知道是Temper Temper一定要装 因为它不会 这样子摇 如果你没有装的话 是 很摇的 啊当你在玩下弯的时候 我们按的时候 它不会 这样子 啊这个会定处的 你过就过 电板里面有改什么吗 电板是DataTek DataTek啊 一样这个是 ECU ECU 确认 OK 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OK 不管你怎么改都可以 只要CC不要超过就对了 啊遥控跑车的电池 就是它的电板电池啊 啊这个是电板 啊对 啊 这个是电池 电池什么作用 这个电池是 这辆Motor已经没有电箱了 没有用原装电箱 哦就用这个电板 这个电池来做啦 因为它的握数比较高 可以到16 啊 然后 为什么会用这个呢 因为 啊那个manet coin 已经没有用了 对 它已经没有充电了 所以我们变成用这个电池 它的握也比较高 然后它也比较耐电 啊 我这里罐头是什么 这个是 透气 透气 啊 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 玩Trak的Motor 嗯 我们的Compression Ratio 已经高了嘛 对 所以变成如果 我们没有转动啊 没有给它透气多啊 它的那个气 透不够多 等一下 引擎容易炸嘛 这个这个我懂是什么 这是什么 塞住Acho Pilot 不是塞你的屁股吗 不是啊 是塞Acho Pilot吗 塞Acho Pilot 要给它进水是吗 对 看我就懂啦 这个很多小孩子都懂 有些人不懂咯 不懂什么来的咯 他一直都懂咯 然后它的 那个齿轮 压盘 一定要这么大啦 啊 看场地 看场地 这个是 那全部是要很大的对吗 对 我们这种街车 跑路边的就比较小小的 不适合 完全不适合大 因为 你走街车 如果你这样大你应该是顶不顺停旁边 不要这样的 因为这个它没有跑慢嘛 它一路就是在冲嘛 你一竞赛到你不是快的话 就是 进去里面龙改咯 这样子 Achober呢 啊这个Achober啊 Monoshoat这个叫Monoshoat OK这个Monoshoat 这个就是真的我很佩服啊 本来它玩的时候 到时候 啊就是讲 省钱玩 对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用这个Monoshoat Racing Boy啦 用到现在 然后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哦 然后我们每次都有装多一个PAM那个嘛 啊对 它没有它直接用一下 它的那个压 还是一样会有啊 风能 哦慢慢上啦 你再压多一次 还是有前面也是有啊 前面也是有 玩Trak最重要就是 你的Suspension啦 不可以太过硬 看场地 看场地 有时候他们弯是怎样 这样子开的勒 还是 慢慢这样子开的 它的 故事全部不一样的 来 废话不多说啊 我们就请罗大炮 去试驾 又我是 Trak车吗 你比较在意吗 你没有驾过这个车 我驾街车了 我只驾街车过了 我随便录两手一下啦 就是 拿那个拖鞋 放地上 然后把Stand那里盖弯 就像我一个朋友那样子 看到吗 就是这样子 来 准备一下 等下我去试驾车 小试一下 小试就好了 小试就好了 因为毕竟你这样 我们够玩 对 OK 等下见 小试驾车 小试驾车 各位看到有没有心痒痒一点啊 来我们再补充一下 没有讲到的啊 罗大炮 你没有看到我耳朵挖沙 那一位 有什么还没有介绍到吗 你看刚才我这样子盖啊 像普通的盖 其实就是 我们的Sporting不可以小条 我们有时候 不可以在厕所点灯 什么叫厕所点灯 下一句是什么 你懂吗 什么 找死啊 找死啊 你用小条大亚你去盖弯 完蛋哦是不是 这样子它的 灯啊 宽度大概要多少 前面 如果是MZ 或者Y15的这一款类型的啦 都是 前面是1.85 后面 后面 它这个是Sporting啊 Sporting的宽度啊 1.85前面 2.50后面 或者2.75后面 这就是意思讲 只可以用Sporting 不可以用Aloi Limp 是可以啦 不是不可以啦 很少看到有人用Aloi Limp的 因为Aloi Limp 你也叫Tier Tube嘛 对 等下你Tier Tube 以前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 就是用 那个Tier Limp的 哦 以前技术还没有到吗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技术 然后现在 有Sporting你不要用Sporting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 还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每辆跑车没有Keystart啊 一定要转轮啊 比较帅 不是比较帅 对 Start Motor的时候比较 不是用脚踩比较好吗 比较快吗 因为OK我们 Keystart里面还是有插那个牙嘛 对 变成你NG里面多一个负担啊 哦 就是减轻化啦 引擎的减轻化 其实我还是讲回那一句 你喜欢玩盖弯 你不需要用到什么 600cc 250cc 1000cc 不需要 除非你经济能力赢取 你经济能力赢取 OK 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这种 Safe Cost 但是我们又很喜欢 玩盖弯啊 OK吗 这个一辆Motor才多少钱 对 对啊 我们这样做出来 怎样都好都比 500 670cc 便宜吗 是不是 啊 所以 安全地 要盖弯 去赛道 然后也谢谢 我们的 JB最大组的 Performance店 Aline Motorsport OK 听到我讲最大组 不要鸟我啊 Aline OK 也谢谢你啊 然后可以借我们这个 Trek 而来跑 然后 什么啊 你要问我什么啊 赞助商 还有赞助商 Cardinas Racing 啊 啊 UMA啦 还有 XV Mall 啊 对对对对 XV Mall XV Mall 对对对对 还有赞助了啦 干爹 sorry啊干爹 我已经讲了 XV Mall OK 这些 所有的干爹 也谢谢Aline Motorsport 介绍 让我们去介绍这辆Motor OK 记得 订阅 按赞 留言 还有什么小铃铛 DAB Motor Talk YouTube 还有Thomas OK 这一集他很多话讲 你看我都不要讲话 给他讲完 他很兴奋哦 这集又排到这么长哦 爽 我们下期见了哦 拜拜 下期Thomas 在为你们找更多的Motor 来 介绍 谢谢收看 Bye Bye